嗨,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猪皮的另类做法 其实猪皮除了做最典型的肉皮豆 还有很多种有意思的吃法 我们需要先把肉皮卤制出来 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制作出各种口味的一道道硬菜 猪皮需要提前泡一个小时 冷水下锅桌水后捞出洗剂 准备好需要葱段姜片三片 清水入锅开火,依次放入做料 开锅后再依次放入制作料 转小火收汁 美味软糯的卤猪皮就可以出锅了 根据自己的喜好,可以做出多种口味 猪皮富含丰富的胶原蛋白和多种营养元素 可以有效的改善肤质肤色 注重健康喜欢美容的你快来试试吧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请收藏转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吧 谢谢你的一路陪伴与支持 我们下期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